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彰化地区近年来积极推动绿能 而全国最大的新建太阳光电园区也落脚在张滨工业区 它占地140公顷,预估108年建设完成后 每年发电量将达到1亿3000万度 足以供给3万5000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 2月8号,本工程举行了齐安动土典礼 象征现场工作正式开跑 就让我们一起到彰化来看看 为了推动能源转型,提升绿能发电占比 台电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太阳光电厂指的建制 2月8号,位于张滨工业区的全国最大太阳光电新建工程 举行了齐安动土的仪式 将在108年拼出10万千瓦的装置容量 每年可以供给3万5000户的家庭用电 张滨县真的是得天独 我们有外海的国际最好的风场 那我们张滨县也有最好的日照 今天很高兴张滨县政府跟我们台电 建立更紧密的合作的伴办关系 在我们国家能源的政策 我们能源转型 张滨县政府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张滨可以说是台湾的风光大线 每天平均可以发电的日照时数长达3.5小时 光是去年一年太阳能的发电量就达到2亿度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台电将在张滨用33万9千片太阳光电板 铺设在140公顷的土地上 出动上千人参与工程 全力达成年底发出第一度电的目标 他将超越我们自己台电公司 之前在龙井所开发出来的 大概只有6千多kw的一个电厂 所以台电公司目前呢 我们整个团队是全员动员起来 不断地在超越自己 换句话说 全力来配合政府推动能源转型的计划 台电公司不但是不落人后 我们是走在地头羊的角色 我们会尽全力把这个计划做好 祈福祭拜后 台电公司彰化县政府 以及承缆商中华电信 一同进行动土仪式 宣告张滨太阳光电工程正式开工 除了地面型太阳光电 屋顶型太阳光电 以及海域的锋利计划 也持续在进行中 足见政府及台电推动绿能的决心 台电公司彰化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